王一博天天在现场就这样对我 我不会 他刚叫我从这里跳下去 觉得太可怕了 你不要诬陷我 我没啥说过你不要诬陷我 王一博 我那句话又来咯 算了不是我 我对江城经常说这句话 是吧 虚伪的人吗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话 我这样对江城说 每次江城不承认他做的事情 我就要对他说一遍 就不对你说了 我觉得不好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太热了 水能比较凉 所以我觉得你下去冲个凉会比较舒服一些 就是说跳下去就会凉快一点 对啊 哇 好体贴哦 一博 对 或者你可以把鞋脱了 你看 传出那个水 你看看看看 这就王一博叫我把水 叫我把水 叫我把脚伸到这里面泡脚 你看看看 就会凉快一点 oh yeah cool man 真的特别体贴 特别好 王一博听说你们昨天拍摄特别热 然后听说有演员晕倒 你还好吗 昨天没有人晕倒 有啊 昨天说有群演 然后晕倒掉到水里了 我不在这边拍 就是在这里啊 你昨天不在这边 你昨天不在这边 你昨天在哪 你不在那边 你不是在 在林海湖吗 在哪 你今天不在林海湖 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吗 他昨天在哪 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 嗯 我看啊 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 因为昨天我 因为我昨天没有在 没有在那个 组里面 对 肖老师在尬戏 肖老师在尬戏 肖老师在尬戏一部戏 肖老师 睡觉啊 好 肖老师 到时候是 幸福 G 吃了是心 哈哈 好 我们俩来算一算 谁在这个组里面 呆的时间久 五 好了 哎呀 话也不是那么说 王老师在处理 是吧 王老师 这确实是我不好 因为 幸运年那个幸运太早就签了 都无法改变了 我就有尽我自己的微博之力 然后来满足王老师 就是尽量啊 尽量自己不影响到王老师 虽然是 但是对于角色的把握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还有王老师比较辛苦 就综艺啊 然后拍摄啊 就很繁忙 角色的把控啊还是很好 他就是综艺啊 然后不会把两个角色给插到一块 其实并不亚于就是你知道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容易了 你想几天没睡了 三天没睡了也不容易 我觉得但是王老师特别棒 并没有影响到拍戏 就还是一如既往都稳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要向王老师学习 但是我还有一点点 今天在现场就是这样 惨 刚刚我还被那个柱子打到 惨还是我也不先惨 然后你就是在旁边偷笑 我哪偷笑了 你没说 我没说 你没说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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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我 骂尔叫 UE 骂尔叫你 呀 呆的 仰是年龄比我大六岁天天欺负我 这哥哥 王一伯你是人 projects 每每天忍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什么 这哥哥又仗子比我大 然后 mentions那个你哪一点把我当哥哥 你就lime把我当哥哥 哈哈哈 行为让我当哥哥 有啊 你看哥哥都跳二郎腿 弟弟都不敢跳二郎腿的 我觉得能不能善良一点 每天劝你 每天劝你善良一点 好的哥 兄弟 哥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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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纸吗 不要 纸好了 纸好了 新伤诶 跳舞跳的 这是新的伤 贵皇 就是我一solo的话 frestyle就喜欢那种膝盖 然后那个 坐过这个 不是那个派文 好 你回去了 哦 对不起啊 哈哈哈 当然 亚洲舞王嘛 皮 大前辈 就是 我认识 我认识 从经历啊 年齐 出道的年岁啊 还有 都是一个特别大前辈 然后王一波也特别好 特别照顾 但是 年纪的话 年纪 但是年纪 年纪不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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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历比我高啊 月历大人比高啊 你比我多六年的月历啊 那就是生活啊 其实无所谓啊 但是你是演艺的 月历比我高很多啊 没有 就特别好 也就 特别喜欢 比您早输到两年而已 两年呢 而且加上练习生的时间 特别厉害 我觉得王老师 怪不得跳舞这么好 就一跳舞 就会让我们觉得 尖叫 但是肖老师 您也有成熟啊 您会设计啊 设计有什么用呢 设计很厉害啊 听说您设计 又不是二十万吗 对 这个是真的 我想肖老师超级厉害 但是有什么 现在也没有用了呀 但是也是您的一次剧场啊 但是现在没什么用完 总有可能 我说我现在设计 马上给您做了 你可以设计您的品牌啊 这个倒是可以啊 对啊 但是还早啊 但是不早啊 一明现在的名气 但你跳舞就可以随时来 王一波 来一个 王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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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王一波 来一个 王一波 来一个 王一波 好累啊 王一波 累了 你起了头 宁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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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宁 啊 你别闹啊 我求你放过我 好吧 哥 你不起头 我怎么敢起头呢 哥 王老师你放过我 王老师啊 你昨天不是没睡觉吗 你怎么今天精神那么好呀 你 哥你放过我吧 哥 你放过我吧 你放过我吧 哥 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 肯定挺着我不敢晕倒 不然就会拍三五哥 就是您的时间啊 不会啊 我绝对不会晕倒 您放心 因为我在想 我保证给你打好戏 你不晕我也要晕 保证给你打好戏 没有是我 因为老汉基就很稳嘛 魏无羡这边 我都稳 都是要您的节奏带起来 节奏一错的话 王老师就会凶我 今天早上就凶我了 然后在现场就直接对我大吼说 来我们走一次 哪有没有 你怎么没有 没有那么大声 我当时吓了老师 王一波生气了 对不起王老师 因为早上那个你知道 还来然后就会有点晕 然后再加上 我知道肖老师也很惊喜 因为每天台词那么多 其实是我 对不对 我应该 我没有换位思考 我应该多想想歌您的感受 歌您一大早的 那么多词 然后又又神志不清的 然后就 难免节奏会错一些 难免神志不清啊 难免神志不清啊 怎么说话呢 神志不清啊 就是会有点晕吧 神志不清啊 清醒 怎么说话呢 然后就 每天词有那么多 又是大早上的 我我确实不应该那样 我我因为这样的词少 然后就不应该这样的 不应该这样说 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一想 早上是我的错 我真不应该 没有王老师 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我太残酷了 你两天没睡觉 节奏又如此都远 但是我就 你知道瞎搞瞎搞什么呢 我就烦心了自己 然后我就来自灵魂深处的讨论 说我这样做 对得起我的衣服吗 对得起他那么辛苦吗 对不起 所以 所以我 外边可以理解 然后你在 你在现场 就凶我 我就觉得 确实我没做好